蘇婷傑錫 夏天 ann 首先我們就是要來說一下這個 今天的主題 医者 醫病 醫人 醫社會 寧願燒戒 不願腐朽 這就是醫者的精神 志仙 請幫我把這一個針放這樣 現在去關燈的這位蔣志仙 就是叫蔣位子就要打中 在距今一百年以前 臺灣這一個養熱帶小島上 衛生條件不是很好的 有很多外籍的團教士 帶來相對先進的醫療水準 加上奉獻服務的精神 樹立了醫者的典範 不只致病 也依人心 人和和人性 他們掛持著寧願傷勁 不願苦袖的情操 以愛心飆灌這片土地 有貢獻的醫者太多太多了 我們僅以馬接為例 他在1872年 30歲不到的年紀 來到臺灣 終老於這個地方 他深入原住民的部落 學習他們的旅言 帶來知識和醫療觀念 而且和在地人 有如一家人一般的感情 這是淡水的牛津學堂 1880年 他第一次回到他的家鄉 加拿大 對他的家鄉的鄉親 說起臺灣的種種 以及他被上帝所任命 而來做的事工 他就發動了他的鄉親來募款 創建了牛津學堂 教臺灣的小孩 大人 讀書 認識這個世界 在1901年 他因喉嚨過世 留下遺言 滿股於臺灣 這個外觀像一個竹台的這一個墓地 就是馬接的墓 那麼採用的石頭是巴黎當地的觀音石 所以非常的樸素 而且具有在地的感覺 那這就是他著名的遺言 我全身所疼愛的臺灣 我的青春 都很幸福你 我全身所疼愛的臺灣 我一生會開心 都在這裡 這一首歌 這一個詞 感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根據我的統計 光是臺灣 大概就有九位的作曲家 為這一首詞 圖舉過 那麼我們今天 戴老師和台大校友的唱台 會為我們演唱這首 《最後的作家》 《最後的聽歌》 這是一位作曲家 何家居 在他還不到30歲的年紀 就做了這一個曲子 我們等一下都可以來欣賞到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講到 《現代醫療的教育的搖籃》 這裡孕育了臺灣 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醫療人才和支部 也是醫者 醫人 醫社會的大本營 那麼這張照片就是30年代的 總督府醫學校 也就是蔣慧水先生的母校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在地 那就是台大醫學院人文博物館 那麼在當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就是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簡單的講一下 台大醫學院的校史 那這就是他在日本殖民時代 臺灣 剛剛來殖民臺灣的時候 1895年就先辦了醫院 那時候只為了治病 到1897年呢就開始開辦講習所 來訓練當地人養成基本的醫事 1898年的時候才正式成立了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那麼這裡我們看第二點 他剛開始創辦這個講習所的時候 是叫做 土人醫師養成所 這個土人就是當地人的意思 這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字眼 也就是因為這一個土人養成所 醫師養成所 一直到十多年後 蔣衛水進入這一個學校 就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時候 還是被教授老師跟工友 都把他們稱為土人 那所以就孕育了這個 醫學生的一個反抗的意識 就是說人人應該平衡 那這是日治時代 臺大醫學院的前身的一個歷史 簡單的 那麼到了這個日治時期 他又從創校一直到戰前 他的一個幾個名字的一個改變 就是他曾經叫做臺灣總督醫學校 後來變成醫師專門學校 我們看看1927年的時候 他叫做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所以我們那時候稱作臺北醫專 你可能就會知道說 你的阿公是唸臺北醫專 大概就是那一個時代的 一個學校的名稱 那麼到了1936年的時候 就成立專門部這樣子 那到戰後怎麼樣呢 1945年大戰之後 我們可以想見那時候的實體的混亂 教育制度當然也是非常的大亂 那那時候接收之後就改為 臺灣大學醫學專修科 那中戰後有三任的院長 我們可以看到 杜聰明院長 魏博藥院長跟李振元院長 這是第一任的 接收之後的戰後 接收之後的第一任院長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任期為什麼分成兩段 從1945年國民政府指派陳怡 回行政長官來臺灣接收之後 他擔任院長就一直到1947年3月 為什麼就中斷了呢 這就是發生了228事變 那那個時候 臺灣消失的精英裡面 不只是醫生 不只是知識分子 其實各個階層通通都有一個斷層 所以1947年3月到1948年 是一個空白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死了死 逃的逃 到1948年才又復原 就是7月開始 他擔任到1953年的7月 接著呢 魏博藥院長 再來是李振元院長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三位 因為在我們現場呢 有這個雕像的就是這三位 所以接著的院長 我就沒有特別介紹 那因為你們沒有雕像 哈哈哈哈 這三位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對臺灣多所奉獻的三位院長 好 我們現在要回頭來講到 蔣衛淳 在他20歲的時候 成為醫學院的學生 這是他30歲的時候 開始從事社會運動 這是他35歲的時候 常常就是進進出出監獄 因為別人不當 所以被管制 那麼這次幾乎是他的晚年 是1929年 短短的一生 40歲就死於積勞成績 可以說是非常短暫的一生 可是非常的燃燒生命 這是一個寧願燒劫 不願腐朽的一段生命 那我們現在再來就是 他生命中所做過的重要的事蹟 這一個就是成立臺灣文化協會 我們可以看到蔣衛水的相片 他幾乎都是坐在旁邊 他不會坐在最中間 中間這一位是他敦請出來擔任 文化協會理事長的林建棠先生 那麼這是他們的第一屆理事會 那這就是1925年 在東京創立臺灣允報的時候 他們跑到東京去 蔣衛水在哪裡呢 就是最旁邊的每一位 那這裡面的每一位都是 有東京的留學生 還有他們從臺灣過去 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時候 就順便就在東京 就申請成立了臺灣允報 這個是他們的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的第五次 在東京車站前面 那這個標像呢 就是日本的鐵道支付 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是 東京車站 東京火車站 現在已經改建了 恢復他一百年前的榮光 這個恢復得非常的好 這個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照片 這是臺灣民眾黨組織之下 都有組織團體 那麼作為一個這個 反抗這種殖民威權統治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人民的喉舌的一個力量 這就是臺灣民報 那麼我們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在當年不識字的人那麼多 進來就可以辦報 而且那個訂報的分數呢 直追這個御用的日文報紙 那麼多人訂報 那不識字怎麼辦呢 所以這些知識分子們 就開放了很多文化講座 讀報社 讀書會 像這個就是 這是報紙 那這就是民報的批發處 在這個標籍 你可以從這裡送出 報紙給各個分會 民眾黨的分會 文化協會的分會 那麼這一個就是 讀報社的之一啦 太多太多了 很多的讀報社 都辦在這個宗教的 就是廟 廟宇裡面 那是人民聚集最多的地方 那這裡就是1921年 蔣桂水30歲的時候 他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 對臺灣的這個文化視覺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啟蒙 那這就是現在的 今天的進修女中 當年叫做進修女學校 那我們最後要來看一張 非常重要的照片 這一張照片就是蔣桂水先生 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照 蔣桂水在哪裡呢 這一位 是一位是蔣桂水 非常平凡 在他的同學裡面 並不怎麼樣的出類打算 可是他那時候已經是 學生領袖 學生運動的一個造實者 他的同學裡面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這裡 第三位 這位叫做張希郎 大家對這個名字很熟悉吧 在228的時候 他和他的兩位醫生兒子 同時死於228的謀殺裡面 那他竟然是蔣桂水先生的同班同學 所以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前後期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因為他們活得稍微久一點 就戰後大概50多歲的年紀 而蔣桂水在40歲就死掉了 所以他沒有遭遇到戰後的 這一個時局的亂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說 如果他活得久一點 他會碰到什麼樣子的遭遇 那這一張照片還告訴我們一件事 我們看看第一排 都是校長 院長 教授 醫師 他們有一個特徵 配件 在日本的全世界的殖民統治的地方 全部都是古官配件 文官服配件 可是只有在臺灣 學校的校長 教授 靜南也配件 就是文官也配件 這就是要威嚇臺灣人 讓你們不敢反差 連文官都配件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 坐在最中間的這一位是高牧友之 他是前任的 已經是前任的醫學院院長 那麼他來當來賓 所以他沒有配件 那旁邊的呢 角內赤雄 他是現任的校長 所以他有配件 這些教授們都有配件 那我們看看下面這一張 而這些配件的院長教授們 他們竟然在 蔣衛所在進修語學校成立 臺灣文化協會合 他們都來參加 這一位就是前任的高牧友之 這一位就是劍內赤雄 他的標籤也在這裡 那高牧友之的標籤還在裡面 那這兩位的標籤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以後 大肆的破壞 把他們從那個基座上面都給他砍下來 然後還毀容 那非常的 杜聰明院長就非常的不捨 就把這些標籤就搬到他家去 那後來呢 我們臺大醫學院的前院長 謝國生先生 他對這個地方非常的有感情 而賦予非常大的熱情 他就重建了跟校友互換 就重建了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人魂國互換 然後也把 就有好幾位教授 就去杜聰明博士的家裡 就把這些被破壞的 被他保存的這些標籤再搬回來 所以這個是有這一段的歷史 那我們這一段就講到這些 寧願燒見 不願腐朽的這些 前輩醫師的精神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 還會有一段簡化 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居在這邊 那我們要公佈的是什麼樣的 一個了不起的工程 那我這一段就在這邊 做一個結束 我們為這些前輩的醫者們 還有為我們今天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盛會 那麼正能量的偉大的 一個情操的籠罩之下 我們為大家一個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現任院長張尚誠 張醫院長來為我們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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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